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梁说故事 19世纪末的威多利亚时期 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尚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魔术师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大受追捧 魔术大师卡特门下的两个弟子安吉尔和伯登 正视着万众瞩目的一分子 两人视魔术为生命 致力于追求魔术表演的巅峰 同时也在互相暗暗较劲 他们之间反目成仇的始末要从一次意外开始说起 安吉尔的妻子在一次魔术表演中 因为伯登的失误在水中溺亡 使得安吉尔与伯登从此决裂,形同陌路 光是相望于江湖还不够 安吉尔始终放不下这段过去 再加上成为魔术界第一的欲望驱使 他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路 是要在伯登最重视的魔术事业上彻底打败他 然而伯登拥有着令人难以超越的魔术天赋 他还创造出了一个瞬间移动的魔术 从此声明大噪 相较之下,以表演天赋 在支撑魔术表演的安吉尔却依然仅仅是小有名气 安吉尔解不开瞬意魔术的奥秘 于是解了伯登的日记本 在其内容的引导之下 找到了当时研究交流店的特斯拉 安吉尔从特斯拉这里得到了复制人体的秘密 便以为找到了伯登进行瞬意魔术的方法 为了打败伯登 安吉尔利用特斯拉的机器 做出了更具视觉震撼力的魔法 然而为了完成这种魔术 他在每一次表演中都会把自己的本体杀掉 让复制出来的自己继续表演 为了复仇,为了追求魔术的巅峰 他选择不断地杀死自己 当伯登碰巧目睹了安吉尔死亡的过程之后 他被当作犯人关进了监狱 落入了安吉尔的陷阱 伯登最终被处死 而他的助手则开始了行动 他找到了安吉尔的所在 设法开枪射击对方 安吉尔中弹了 而就在他逼死之前助手脱下了帽子 竟露出了和伯登一模一样的脸 至此伯登顺意魔术的秘密也忠于真相大白 原来伯登的助手是他的孪生兄弟 两人彼此共享一半的生活 所谓的瞬间移动 其实只是孪生兄弟配合完成的表演 安吉尔的复仇失败了 他想让伯登身败名裂 可送到监狱的伯登只是半个伯登 自己却反过来被他的孪生兄弟给了结了 魔术大师卡特曾做过这样一个魔术 他把一只鸟儿放进笼子里 盖上布设法让笼子消失 最后又从手中变出了那只笼中鸟 这个魔术的原理是 让笼中的鸟儿牺牲 用另一只鸟儿的出现替代他 龙中鸟的魔术涵盖了三个表演步骤 一使移须代识 二使偷天换日 三使化腐朽为神奇 其实不管是伯登的顺义魔术 还是安吉尔的顺义魔术 他们的原理都是相同的 伯登牺牲的是兄弟其中一人的出场机会 而安吉尔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 影片改编自 克里斯托弗·皮瑞斯特的同名小说 乔纳森诺兰花了整整18个月的时间 才下定决心对小说的内容进行取舍 然后将素材整合着手剧本 克里斯托弗·诺兰将对于原著小说的想法 告诉给弟弟乔纳森诺兰 希望他可以根据原著小说 写出剧本的出稿 除去故事本身的复杂性 小说里还有一部分 是由带着忏悔情绪的日记组成的 将这一部分有效地融入到剧本中 就成了乔纳森诺兰所面对的难题 它必须要让魔术为影片服务的同时 还要让影片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盛大的魔术表演 这种电影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影射 对于成功的着魔让人与人反目成仇 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 而这一星期的机械也让人异化 直至让人不再拥有自我 在开头的影子里 两人一起去看了一个中国人的魔术 他为了不泄露自己的秘密 宁愿在生活中也扮演一个残疾人 原来为了视野 他可以牺牲他的一生 在这样的伏笔下 也是两人对于这件事的错误理解 造就了最后电影的悲剧结局 影片通过种种盗序、插序 把故事慢慢展开 前后伏笔片中无处不在 几乎没有人只看一遍 就能完全理清片中的各种线索 不论是在豆瓣、知乎 还是各类电影讨论的网站中 都对这部电影进行了详细的时间和空间解释 最巧妙的地方在于 电影先用笔记本中的笔记叙述 作为一个大的叙事框架 而后打破这个叙事框架的真实性 告诉观众笔记本里的东西并不是真相 其实抛开这些花里胡哨的手法 最原始的故事就是魔术师第一之争 事实上这部电影最伟大的魔术师 显然不是安杰尔或者伯登 而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人们选择被欺骗 因为被欺骗时人们获得快感 致命魔术与其说是在为我们展示诺兰的伟大魔术 倒不如说是在引导我们去玩一个大型拼图 碎片化的内容更能刺激观众参与其中 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甘愿被骗的状态 观众玩得开心 其实就是诺兰最终的目的 电影与观众要生出互动感 是非常考验编剧和导演的一件事 而诺兰的其他作品 包括《盗梦空间》《记忆碎片》等 都不及致命魔术的互动感强 这是诺兰玩结构玩得最极致的一次 三条故事主线交错 不再单单以黑白和彩色的画面区分开 倒着讲故事 因此他可以说是诺兰最完美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